尊敬的诸位大德朋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八义第三 请看第十九章 定公问 君使臣,臣是君,如之何? 孔子对于君使臣以礼,臣是君以忠 这也是讲到礼 这里是讲君臣之礼 孔安国在诸节当中说到 定公路君事 时臣施礼,定公换之,顾问之 定公就是鲁定公 是鲁国国君的这个名号 那么在当时 鲁国三家专权 这三家就是孟孙氏,书孙氏和季孙氏 国君是没有权的 处处都被三家协制 这个心里也很不痛快 那么当时国君是鲁定公 鲁定公姓姬名宋 因为鲁国是 周公鲁定公鲁定公的后裔 这个鲁定公是名宋 他是鲁相公之子 昭公之地 这个鲁定公 就是他兄长 继位 之后呢 这三家专权呢 有一次呢 闹了很大的冲突 鲁定公啊 被逼啊 只好 离开鲁国 流亡到齐国 在齐国大概待了七年 就死在齐国 那么三家就把 昭公的弟弟 定公啊 立为国君 那当然定公就更加是 没有失权了 所以 这鲁定公也是啊 非常的感叹 自己君不像君的 他的臣也不像臣 臣都变成君了 骑在君的头上 所以他问孔子 君使臣 臣是君 应当如何呢 只是讲 君臣相处之道 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么孔子呢 回答 定公 这个前面我们有提到 这是诸子发现 这个每逢啊 国君问他话呢 孔子是对约 一般人问话呢 只是孔子约 或者子约 他没有对子 那么对国君有个对子啊 这是显得 孔子回答的时候 特别的恭敬 这是前面讲到的 弑君尽礼啊 那孔子自己就做到了 那么孔子回答说呢 君使臣以礼 臣是君以忠 做国君 应当对 臣子啊 以礼相待 不能无礼 对臣子也要尊重 那么不仅对待臣子尊重 对人民百姓 都要以礼相待 什么是礼啊 礼就是规矩 国家有它的规矩 那么国家规定下来的 我们一定不能违反 这就是一礼而至 那么作为国君 这必须要做到 不能用自己的好恶 自己喜欢不喜欢 就来违反 或者改变固有的规矩 这样才能使臣民心腹 那么臣子应当对国君 视之以忠 忠是忠诚 什么叫忠呢 尽己之为忠 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 做到自己该做的事 这就是忠 那么对于国君 忠心耿耿 没有二性 没有逆性 这是忠诚 这是君臣相处之道 各尽其分 各行其道 这样君臣之间关系 自然能和谐 那么在我们现在 君是解释成领导 臣是解释成下属 领导跟下属相处之道 这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做领导的 做领导的对下属 要以理相待 这是对他尊重 他也是人 他不是你的工具 不是你的这个牲畜 他是个人 你要尊重他的人格 现在讲的人权 他有做人的权利 你得尊重他 那么你制定的规矩 自己带头遵守 你比如说一个企业 企业有企业的规矩 这个比如说不知道 那做领导的 自己要不知道 老板不知道了 员工哪敢知道 这所谓己身正不领而从 己身正属敢不正 谁不敢 谁敢这个不正呢 所以领导带头 要说规矩 这就是侍致 侍臣以理 那么做下属的 对于领导 要尽忠 尽责 领导交代的这个任务工作 一定认真做好 不马虎 不苟且 不拖延 这样 君臣关系必定和谐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最好的企业了吗 所谓家和万事兴 企业上下和睦 必定行往 企业如此 家庭已如此 所有的单位团体 亦如此 只要有人团体的地方 必定有领导和被领导 这就是有君臣的关系 每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谁负责 谁就是领导 我们就得听谁了 就得要配合 所以孔子虽然是给鲁定公回答 实际上这个道理 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角度和方面 你要能活血活用 那么诸子 引这个宋儒吕大林先生的话来讲 吕氏曰 使臣不患其不忠 患理之不治 士君不患其无理 患忠之不足 这个话讲得好 君使臣 使是你 是叫他做事情 这领导叫下属做事情 当然都希望下属 能够忠诚于他 那忠诚于自己 这是果 因在哪呢 有因必定有果 有果也是必定有因 因就在于 君要守礼 要以礼 来使一尘 这个礼包括规矩 包括你 对他的礼经 当然也包括 这个 无过无不及 要掌握分寸 那你比如说使人 你使得太过 这会生怨了 使得不足呢 就他该做的 他没去做 你去纵容他 他就生惰性 所以要无过无不及 这礼之志 这是刚刚到了 这个 最圆满的程度 这所谓中用之道 这才叫圆满 这叫智 所以做领导的 不要担心自己的下属 对他对自己不忠啊 担心什么呢 换就是担心 优换 担心自己没有按理行事 真正你按理行事 按理使沉 那么必定感得下属 对你忠心 所以还是反求助己 如果自己的下属不听话 那么君子行有不得反求助己 我一定是礼仪没做得很好 比如说你对他人可不尊重 你随便打骂他 这当然他就不服你嘛 他对你就生逆反嘛 你教训他是可以 但是教训也要有道理 让他心服口服 那么你 使唤他来做事啊 也不可以太过 也不可以不急 按照他 这个应有的工作量 来指使他做事 那么带他呢 也是有礼 那么他当然会心悦成福 会为你尽忠 这是君臣呢 相处啊 很和谐 那么做臣子的呢 也是要反求助己 士君不换其无礼 这当下属的 不应该啊 担心自己 这个领导 对自己无礼 而是担心自己 忠诚不足 这就是反求助己了 从我做起 不要求别人 自己果然做到了忠诚 没有私心 尽职尽责 那么 必定敢得领导 对你的赏识 爱护 他也一定是啊 很珍惜你的存在 会关怀你 会帮助你 对你必定是有礼啊 所以这都是什么呢 君臣之间呢 互相的感通啊 怎么感通呢 自己做好 自己的本分 就行了 外面呢 这个别人怎么做 我们不需要去忧虑 自己做好了 外面跟着也就好了 所以 大学之道讲的 修身欺驾 治国平天下 你自己身修好了 自然欺驾 自然能够使国家 安定 世界和谐 不管你是做君 还是做臣 把自己的本位 做到好 自然 你就有构建和谐的能力 这是吕大林先生讲的 那么 宋儒 尹延明 他也是成义的弟子 跟吕大林啊 都是同门的 师兄弟了 那么诸子引他的话讲 引誓 军臣以议和者也 故军使臣以理 则臣是君以终 这领导和被领导的 是以道义相结合的 什么是道义 自己要尽到自己本分 你就符合道 这叫义 义是 合情 合理 合法 所以 君 对臣 必定是礼敬 以礼相待 臣 对君 必定是重诚 所以 相互之间 都以道义相交 这个 君臣关系 自然和谐 那么 一个企业 一个团体 我们都要提倡 以道义相交 所以 这个企业和团体 都像一个家一样 这个家呢 是以道义 结合起来的家 不是以血缘 关系 结合起来的家 古代的家族 那是以血缘 维系的 可是现在呢 这样的 大家族 没有了 你看过去 四代同堂 五代同堂 很多件 这明朝 正联的家族 一千多口人 七代同堂 都能上下和睦 全家和谐 为什么呢 他们家 讲理 讲孝 这孝就是 跟忠 是一体两面 对父母是孝 对君王 领导是忠 那么在 现在来讲呢 我们怎么样 能够把 古代的那种 家族精神 恢复起来 那必须 这个 用 道义 结合 这个 团体 从这里 来复兴 因为要复兴 血缘 关系的家 很难 复兴 以道义 结合的家 可以做到 所以 企业家 现在 你看企业这么多 每一个企业 不就像一个家一样吗 企业的老板 就是家 家庭的家长 他对自己的员工 就像对儿女一样 大家都遵守 孝气忠心的精神 遵守企业的规矩 这是理 提倡 五伦八德 在企业当中落实 这就能够 把我们 古老的家道精神 恢复起来了 然后我们 才能真正做到 修身其家 否则 现在讲的修身其家 这个家 现代人 没有这个真正的概念 以为家 就是三口之家 哪里小的 古代的家 那就是一个小社会 几百人 一个大家庭 你能够使这个大家庭 能够和谐共处 那你当然有 治国的能力 你就有 平天下的能力 从这里我们来 落实 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 恢复我们 老祖宗的道统 好 那么偶一大师 对这张 没有解释 我们就看 底下 第二十章 子曰 官居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这是孔子 评论了 评论了 诗经里面的 官居篇 说官居 这篇诗 说到乐处 而不至于淫 说到哀处 而不至于伤 那么 这个乐 在古时候 是读乐 古音 现在我们 按照现代人的 读法 读乐 比较容易懂 而且更加亲切 这个语音 在历史上 不断的 会变化的 但是呢 这个文 它的意不变 所以古圣先贤 创造文字 把语和文 分开 这是真正智慧 因为语 语言 语音 随着不同朝代 它有 不同的变化 那每一个地方 它有它的方言 读音也都不一样 那如果是用 语音 来保留 它文化 那个文化 很容易就 断掉 这个用文字 用文来 保留文化 这个就能够 保留的长久 所谓文以载道 所以我们语音呢 是可以 现代化 但是这个文字的义理 我们一定要讲清楚 要按照传统的来讲 借古 欲经 把古代的传统的 这个义理 落实到今天 我们来运用 这样学论语 我相信 会真正有 实际的受用 那么诸子 集图当中解释说 银者 乐之过 而失其正者也 这个银 就是过分 那个乐 快乐呢 过分了 就失掉了中正 这叫银 伤者 哀之过 而 汗于何者也 哀而不伤 这个伤呢 实际上哀痛啊 过分了 这也伤了和谐 所以要不淫不伤 讲求的 中道 那么这首诗 官居之 这个诗啊 所谓官官居旧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那么 这是出自于诗经 里面的 国风 第一篇 啊 这是所谓周南 的第一篇 这诗经 第一首诗 那放在第一首 一定是很重要 那他讲的是什么呢 啊 这一般人 读这首诗啊 就就以为 啊 这是 男女在谈恋爱了 啊 男的找女的 这个 找不到嘛 就很哀痛 啊 找到了 就非常快乐 啊 敲着钟 打着鼓 啊 形容他快乐的样子 这一说啊 把这诗 味道全都讲歪了 啊 这个诗经啊 孔子说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思无邪 思想中没有邪 邪思 啊 如果在这个 描绘男女的爱情 这种啊 这个 光是谈爱情 这里头就有邪的味道 啊 这里头寓意很深啊 如果寓意不深 为什么孔子把它 作为诗经 开篇第一首 那肯定是极其重要 传世之作啊 开头的 那一句 开头的那一篇 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 观句这首事 不是那么简单 那我们先看 诸子的解释 观句 之诗 言厚非之德 宜配君子 求之未得 则不能无 误昧反侧之忧 求而得之 则移其有 秦涩中古之乐 盖其忧 虽身 而不害于何 其乐 虽胜 而不失其正 故夫子 称之如此 欲学者 玩其词 审其音 而有 以实其性情 之正也 那么这是讲到 观句这首诗 这首诗主要的内容 朱子认为是讲 后非之德 这个后非 那么到底是谁的后非呢 朱子呢 他没有点出来 那么 根据先儒的 注解 这个后非呀 是文王的后非 朱文王 他要 找一位 贤德的后非 只有后非的德行 这个崇高的 贤德 才能配得上君子 君子是指 闻王 那么 朱子在这里 没点出来 当然 讲 犯子呢 未为不可 不点出君子是谁 后非是谁 犯子 那么君子呢 要求后非 为什么要求后非呢 求一位贤德的 妻子 这位妻子 能够帮助啊 君子 至家 所谓 相父 教子 使到 这个家族 家道 得以啊 延绵长久 这关键是在于啊 妻子的德行啊 所以女德 对于一家而言至关重要 一个 好的妻子 可以帮这个家 望三代 啊 那么一个 不好的妻子 那就不是拜三代了 恐怕一拜 拜到底了 那我们想想 有没有道理 这个 这个 古德啊 非常重视 女子的德行 啊 印光大师 这是民国 时期的高僧 作为一位出嫁人 看到啊 当时 这个 社会的动乱 他也是忧心忡忡 希望能够啊 挽救世道人心 他提倡 要挽救人心 必须重视家庭教育 对儿女的教育 而家庭教育里面 由众 教女 教女比教子 更为重要 为什么呢 有贤女 将来才能有贤妻 有贤妻将来 才能有贤母 有贤母 才能出贤子 说那个根啊 在女 女子啊 你看 周朝 之所以成为历史上 最长的一个朝代 八百年 这个八百年的基业 谁奠定的呢 我们一般讲是文王武王周公啊 那文王武王周公是怎么出来的呢 他们的母亲培养出来的 这历史记载说 文王的祖母太将 生王继 王继娶的妻子 太任 生文王 文王 文王娶的妻子 太四 生五王 周公 这三个 妇女 太将 太任 太四 都是 圣人啊 他们的贤德 孕育出 圣子 记载中说呀 太任 怀文王的时候 目不示恶色 耳不听银声 口不出傲言 一举一动 乃至起心动念 都啊 正耳不邪呀 这样的胎教 孕育出的 就是圣子 所以有胎教 实有文王 有圣德 那么他生出的是圣人 这个 身教 对于孩子的成长 太重要 那文王娶的妻子 太四 也是圣人 孕育出 五王 周公 你看 三位女性啊 奠定了 周朝八百年的 基业 所以后人呢 把妻子都称为 太太 太太 这两个字 是对做妻子的人 最崇高的 称为 就是出自于 周朝三太 也就是说 称某人的妻子 叫太太 是在这里啊 祝福他 你要像三太一样 太疆 太人 太四一样 做圣母 做贤妻 将来你能够 培养出啊 像文王 武王 周公那样的 圣人啊 你做圣母啊 所以 中国非常重视 女子的教育 你看清朝 陈鸿某 先生编的 五种遗柜里面 这五个 遗柜 其中专门有一个 是教女遗柜 太重要了 所以如果说 中国古代社会 是重男轻女的社会 这个话诧异啊 没有真正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不是重男轻女 反过来说 重女轻男 倒有点道理 这个 中国把男女 议为是天地 乾坤 男 要效法天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个大地呢 女子 欲为大地 帝氏昆 君子以自 这个 厚德载物 女子修的是厚德 像大地一样 大地有什么德呢 有四种德 第一 主运 运玉万物 第二 主生养 生养万物 这个 第三种 主静守 大地 它是静默的 它能够守恒 你看 千年万事 都是这样 默默的 负载 万物 它没有抱怨过 人们都把它 踩到地底下 它这种 谦卑 恒心 去负载 负载万物 第四是 主身养 这个身体 庄严 你看大地有 山河 有这个 花草 有四季 这万物生长 村生下长 秋收 东藏 有规律 这都是它 庄严的地方 所以女子 要庄严 庄严 不一定是长得好看 是它有威仪 有操守 有品德 这才是庄严 仅仅长得好看 如果变成轻挑 这又怎么可能庄严 真正有这种女德 在家里的人 这个太太 或者是母亲 那可以 稳定家庭 使得整个家族 都能稳得住 这地 大地要稳 大地不能老动 一动就地震了 这个天 日月星辰 它动 它运行自强不息 周而复始 这可以动 大地就不能乱动 大地一动 那万物怎么能够 孕育生长 所以 一方 女德 高尚 这一方的随土 人心 就好 所以女子 她属于地伦 她能稳固天伦 能使一方 随土和谐 所谓 所谓风桥 雨顺 国泰 民安 甚至能够孕育圣贤 消灾 免难 我们看古今圣贤 都是出自于女子的培养 孔子有孔母 孟子有孟母 前面讲的文王武王周公 都是由母亲 都是由母亲 培养出来的 所以 女子 可以称为是 百善之本 百德之根 百叶之源 果然能够在家里 相夫 教子 进到这种地伦 的义务 他是家的大地 那这个家族 想必也像周家一样 八百年不甩 家里带有闲人出现 从而影响社会 必定是 世风 醇厚 是社会和谐 也感得天清地宁 日月清明 风啸雨顺 圣教得以圣行 可见的 女德多么重要 所以你看看 这里讲的君子 求淑女 这个淑女 不是长得好看而已 长得好看 未必是淑女 舒适讲的品德美好 求之未得 得不到这样的淑女 这个不能够入睡 辗转反侧 这个妤媚 妤是醒的时候 媚是睡着的时候 就是醒的时候 睡的时候 都在想着 为什么想呢 这不是为了淫乐 而是真正想着这个家道如何传承 家业如何维续 就要靠有德的女子来担当 家业 这个可以说 能不能够维细长久 关键在于 这家庭的太太 这君子知道这种重要性 对于婚嫁 非常非常谨慎 那么求而得知 真正有这个缘 得到贤德的女子 做太太 自然 非常的快乐 琴色中骨 这是他 抒发自己快乐心情 弹着琴 奏着乐 敲着钟 打着鼓 这个不是为自己 是为家族 是为安定社会 以后这个 齐甲治果平天下 就无忧了 你看看女子 这种德行多么重要 那么现在呢 大家都不认识这一点了 这个女子呢 自己也都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天职 使命 这么重要的天职使命 把它轻忽掉 然后呢 去争执做男子的事业 现在都崇尚女权 讲究男女平等 这种所谓的平等是什么呢 男子在外面工作 女子也要在外面抢着工作 所谓男子是天道 女子是地道 各行其道的 结果现在女子呢 要争个半边天 那地不要了 这就变成什么呢 天翻地覆了 家里天翻地覆 什么呢 闹离婚的很多 你看美国 典型的这个 天翻地覆的现象 离婚率50% 那还得了 社会哪能不乱 家是社会的细胞啊 家都乱了 社会哪能不乱 社会也是天翻地覆啊 所以古人讲的男主外 女主内 这是符合天道的 符合自然 一个家里 主要有两种工作 一个是 经济上去维持这个家庭 一个是什么呢 教育后代啊 那么男子 因为他有他的特性 他出外工作 相对比较合适 他来 负责养家 经济的这个工作 而女子呢 他天性 比较适合守静 他能够守恒 他有贤淑的美德 比较适合在家教子 那教子 和这个经济 支持家庭 这两个工作 谁最重要呢 这孟子讲的好 不孝有三 吴后为大 这吴后不是说 生不出儿女 就是吴后 不是这个意思 你有儿女 没有好好教他 也是吴后 因为这个儿女 不能够传承 家道 家风 家业 家学 这不等于 吴后了吗 家道了这一代 就断了 所以你说 男的工作重要 还是女的工作重要 当然是 女的工作重要了 这女子不认识 自己的天职之所在 把自己天职任务都丢掉了 去征男子的工作 这叫做舍本竹墨了 而这样呢 他自己也很辛苦 为什么辛苦 因为他负担着双重责任 不仅要繁衍后代 还要养活家庭 你想想 本来他就做一个工作够了 现在他要担当两个工作 跟男子争半边天 男子倒清闲了 他只用做一半了 女子呢 这个自己一份呢 还要多做半份 你想想 这个女权主义的提倡者 什么用心呢 那岂不是坑害女子 让女子累得抬不起头来 这古代还真正是尊重女权呢 不让女子过量的工作 各有各的义务嘛 家里才能和谐 真正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这是智慧 这是和谐的大根大本 我们希望社会和谐 必须首先讲究家庭和谐 而家庭和谐 必须男女各有正位 所谐男女有别 什么叫别啊 各有各的工作 各有各的分工 这叫男女有别啊 女的争做男的事 男的呢 也就不像男的了 这就无别了 这社会岂能不乱 那么君子 他在啊 这个 所忧虑的 就是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庶女 那这种贤妻啊 那么其忧虽深 而不害于和 但是他的忧虑不能过分 不能伤了这个和谐 其乐虽胜而不识其正 这是得到贤妻淑女了 也不能够乐得过分 也要有忠正 所以 夫子 赞叹官居这首诗啊 乐而不饮 哀而不伤 这中间体会着 君子 淑女的风范 所以 这是 希望我们啊 学习这首诗呢 顽为他的毅力 顽其词 审其因 使到性情 啊 重症 那这就不邪了 如果光讲这男女恋爱的事 这就 既肤浅 也是误导 啊 所以 在 这个 这首诗啊 讲这个 观观居鸠啊 在河之舟 观观是啊 这个鸟的 和乐的叫声 啊 居鸠是一种鸟 啊 这种鸟呢 叫义鸟 啊 它是一夫一妻制的 这个义鸟啊 绝对不会啊 这个 关系错乱 用这个鸟 在那种和乐的声音 来表达 君子 求淑女 那么 那么 这个 这个 诗序里面 诗经的序动当中 说到 啊 风之使 所以风天下 而正夫妇 啊 这个风是指 风劝 啊 劝导 天下 以正 人伦 啊 正夫妇之伦啊 夫妇之伦是五伦当中的开始 啊 有夫妇才会有父子和兄弟啊 然后才有君臣朋友 那么对于君子和这个窑窕淑女君子好求啊 这个淑女啊 古著有不同的解释 啊 郑康诚以为 这个 淑女 是什么呢 文王的后妃呀 要为文王求淑女 啊 因为这个天子 可以一夫多妻制 啊 那么 多妻也不是为了淫乐 而是啊 这个 这个 多人来辅助 天子 啊 相父教子 一个人不够 多人 那么后妃呢 非常的 娴熟 没有丝毫嫉妒 啊 为文王啊 去 求淑女啊 啊 淑女呢 是三夫人以下的 啊 兵妃啊 这是苏女 啊 郑康诚是正面解释 啊 这些 求来的苏女是 一起 侍奉啊 天子 相父教子 那么 有的 古著说 这个苏女 即是后妃啊 就是文王的后妃 太四 那么是讲 君子 求得 后妃啊 而得以建立啊 周朝 八百年的基因 这前面我们已经把这意思说了 啊 那么两种说法呢 当然都有他的道理 啊 那么偶义大师呢 他是采取 郑康诚的 租解 啊 也就是说 这个淑女 不是后妃 而是后妃替 文王 去找来的 淑女 一起来 侍奉文王 那么 偶义大师 典经 诸解里头讲 后妃不嫉妒 多求淑女 以事稀薄 识广 祭祀之道 故乐 不淫 哀不伤 若 以求后妃 得后妃为解 可笑甚 诗传 诗序 皆云 后妃 求淑女 不知紫阳何故 别畏心说 从这里看到 偶义大师是反对 啊 这个 诸子 这些 啊 为代表的心儒啊 的说法 啊 这个紫阳 就是诸子的 字号 啊 紫阳先生 就是诸熙 偶义大师说 后妃 她的最 贤淑的德行 就是不嫉妒 因为在古代 一夫多妻啊 啊 这个妇人之间 嫉妒是常有的事 啊 确实 在这种情况下 难免不嫉妒 而后妃 太四 没有任何嫉妒心 难能可贵 她一心只想着 帮助自己的丈夫 治理天下 立国立民啊 啊 所以为 这个文王 啊 西伯就是文王 啊 因为文王当时是西伯侯 啊 在西伯这里啊 做国君 啊 那时还是商朝 那么为文王啊 求得啊 多位淑女 来共同侍奉文王 这样使得文王更加的 安心的 治理天下 那么使到 祭祀之道啊 得以 这个 啊 推广 那么 后人啊 这个文王的后代 能够继承 文王的德行 加讽 那确实 武王周公 真的 做到了 所以这首诗是 乐而不应 爱而不伤 乐是谁乐了 文王固然是乐 后非 更是乐 后非 只想着帮助文王 他没有丝毫嫉妒 为文王求来淑女啊 他就非常快乐 求不来呢 他自己辗转反侧 你看看 这种女的多么高尚 完全没有自己了 他是圣人了 但是他的乐 不过分 哀也不过分 这样解释 是传统的 在诗传 诗序里面的解释 那么如果说 文王为了求后非 这个得到后非就乐 得不到后非就哀 这样解释呢 偶尔大师认为有点可笑 那这也是把文王啊 降了一点 一格了 你想想 是不是 文王是圣人 他没有起心动念 哪有有求的心 他只会为天下人求 他为天下人求呢 他的后非就为他求 这里头啊 境界就更高了 那么所以这是本来的解释 啊 这个诗传诗序里头 都是讲后非求淑女 不是文王求淑女 那不知道子阳何故啊 子阳是朱熙啊 朱熙为什么别为心说啊 自己另立心说啊 这个不可取啊 应该用传统的说法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的诗就先学习到此地 有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